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年要陪女朋友 我听说啊 最近他们部门好像也在加班赶过 知道他吃晚饭没 你说啊 我要不要去给他 送宵夜 怎么突然就有点智商了 知道要进宫了呀 之前的战术太含蓄了 没什么效果 而且我发现顾寻最近对我有所改观 之前她的顾怎么跟我说话 虽然都开始夸我了 我要主动一点 争取 早日 他下的 有志气 给我支愣起来 你送完宵夜后啊 你再看有没有什么契机在退警 会不会进展太快了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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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毕竟我们 还没有正式地在一起 直接那个什么 不太好吗 大姐 你是不是想歪了 我说的是让顾寻送你回家 哪儿有啊 我跟你想的一样好不好 真是 那个什么啊 我先给她送消息去了啊 拜 拜 我的面 顾寻 过年有什么安排吗 有事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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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要去云南玩呀 难得有这么长的假期 我们在组队呢 人多好玩些 不去 为什么不去啊 过年要陪女朋友 对我心疼的意义 是你 是你 跟我 在爱应许之地 多想你可以 给我沉溺着回忆的心 谢谢 我 两个世界的你 两个世界的你 一直在我心里 带着我的回忆 寻找着你 在无边之际 我在等待着 我在等待着 求求你的心 如果你可以感应 是我 在梦的边际 想守护着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